大家好,我小青。 今晚分享鬼故事是发生在马六甲海边的度假屋。 真的假的?我不知道,我是从网上下载的。 在我开始之前,请先点赞、分享和点评这篇文章, 因为这将帮助我继续分享更多类似的故事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,请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宝贵评论和建议, 这对我非常重要。 但是,如果你不按赞,我就不做了。 来吧,故事开始。 这个夏天,凯莉和她的家人决定到海边度假屋度假。 他们想要享受沙滩、阳光和海洋的美丽,以及远离城市的喧嚣。 他们租了一个美丽的度假屋,可以看到海洋和一些壮丽的日落景色。 当他们到达度假屋时,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建筑, 虽然有些陈旧,但它看起来非常宽敞和温馨。 晚上,他们开始感到有些奇怪。 他们听到了一些脚步声,虽然他们想这可能是风的声音, 但是声音实在是太清晰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,凯莉开始感到有些不寻常。 她经常听到门窗的声音,好像有人在试图进入他们的房子。 然而,当她去检查时,却没有人在门外。 这种奇怪的事情一直持续着,他们甚至开始发现一些物品变得失踪或被移动了位置。 当他们开始听到一些声音,好像是有人在房子里走动时,他们开始感到有些害怕。 更奇怪的是,他们甚至开始感到一些异味,好像是一种刺鼻的气味,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。 终于有一天晚上,凯莉和她的家人被一声巨大的声音吓醒了。 当他们打开房门时,他们看到了一个黑影在他们面前闪过,然后消失在黑暗中。 这个鬼影看起来非常可怕,好像是一具被遗弃的骨骼。 从那时起,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。 他们发现一些奇怪的符号在房子周围出现,这让他们感到异常恐惧。 最终,他们决定搬离这个度假屋,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这些鬼魂的存在。 他们搬离后,他们听说这个度假屋的历史非常悠久。 据说,曾经有一位船员在这里遇害。 很多人都说这个度假屋是被诅咒的,那个鬼魂一直在寻找复仇,而他们不幸地成为了这个鬼魂的下一个目标。 从此以后,他们再也没有返回那个被诅咒的度假屋,但是那段恐怖经历却一直萦绕在他们的心中。 他们开始相信鬼魂的存在,并且感到非常幸运自己能够逃脱那场恐怖。 他们决定在以后的度假中更加小心,不再探索那些看起来有些不寻常的地方,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有些事情是最好不去碰触的。 故事完毕。 我是小青。 听完后,不要忘记点赞、分享和留下你宝贵的评论。 想听怎样的故事,请留言给我。 请观看。